新闻说那些立法会议员又玩玩 又联署说要扩大消费券释用范围 非永久居民以保住人才 我心想有什么人才会因为少少消费券才留在香港 这些就是发毛去想的东西 我们明天再详细评论 现在说一下 现在这样的通胀环境 不好的时候当然是通胀严重 你实际受影响的人是不是真的人才会害怕 被这个通胀影响到呢 我讲个现实给大家听 如果你赚到钱的话 现在那些小小的通胀算是什么 不是什么特别东西来的 其实那个现实就是 所以那些议员究竟他们的思想是怎样呢 我都不明白 说真的可以说是老残的 郑德华刚才说美国国歌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美国国歌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们这首歌就是在YouTube那个星效库下载下来的 究竟是什么歌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是不懂的 OK 我就不懂 Torasef就说播我国歌 国歌好过了 不行的 就是播我国国歌呢 是会出事的 是会出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是有国歌法 不是随便可以播国歌的 这个一定要讲清楚 有人说我漏声 我不知道什么漏声 不要紧了 Anyway Bang Chan Bang Chan 就说人才会贪消费犬 笑死我 这个 这个 就是 不得了的 小旁 就说 真是智障 人才贪你那些消费犬 不好意思 我不想说这些东西 我刚刚 读一些留言 都读错 人才贪你那些消费券 那 就是说真的 你给了几千银一万人 谁来 就是说真的 如果要走那些就走硬的 那个现实就是 对不对 这些租做了 给了个一万几千银 绑那些人才 多久不可以离开香港 去第二个工作人才 都坐在那些三方国 其实事实 他们 不贴地的 他们那些人是 你只要去 二手车行就知道了 你问一下 那些二手车行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二手车放出来的 你自己问一下 还有现在你看那些 二手Audi 就是二手奥迪 还有二手的 保时捷 波子 还有二手的 Benz 有几多是那些 就是在香港那些 expect 就是 之前是 西人用的那些车是 他expect 扔那些车出来 你自己去 这些香港的二手车行 你自己去看看吧 就是香港那些正棍 就真的没有KO用到 不得了的 就是我都要说 好好好就是我播歌的时候 我播到一些实景 实景声音 我不知道实景有什么声音 我就喝水了 你说我听到我呼大气 因为我其实很累 要明白就是 朱永生就说 那些议员知道香港现在的深层次问题 现在解决不了 他们又想得到香港人赞 我们不是忠诚废物 只能够派钱 你看陈茂波就知道了 靠派钱终于民望 达到50分以上 这个不是很关系的 就是我不会新人的 我会吐大气的意思是 是过场音乐而已 我都要喝口水的 对不对 还有我这个系统是 九流流的 这个播音乐系统 其实只不过是 在另外一个 麦克风里播出来的 另外一个 喇叭里播出来的 所以一定会有现场声 绝对做不到 像台阳那样 因为我没有用直播系统 其实就是 先说一些议员警 讲话 现在讲一下 通胀是怎样的 现在通胀的情况 其实最影响到的 就不是那些什么人才 我们要告诉大家 实际上 通胀影响到 就是那些 不是很赚钱的人 大家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大家对于 这个世界的看法 是一定会有 不同的情况 就是我很粗浅的看法 就是通胀这一样东西 有些人其实一点都不担忧的 其实如果你留意一下 你身边的人 有很多贵就贵了 没所谓 总之我随便 在这里赚钱就行了 其实现在最大事的人 都不是在一些 已发展地区的人 也不是在中国的人 中国因为国家 控制到的那个价格 很多时候是 就是价格是控制到的话 还有整条供应链和 生产是控制到的话 那个通胀问题是不大的 但是 你现在留意一下 就是那些 穷国 接二连三出问题 最早拿到 应一应的 就是斯里兰卡 美丽的风景线 抗议通胀很厉害 已经飞到南美 就是这些美丽的风景线 Mr. M就说 对阿富汗很大影响 当然对阿富汗 当然是很大影响 这些地方其实 就是很惨的 没可能 摘米 就是 没可能这么容易摘米 因为没有钱 再加上一件事 他们生产不了 阿富汗他们到最后又要靠什么 摘米呢 又要靠 香港地下司令 就是想入500吨入口的那些 不是想入 已经是入过500吨来香港的那些 那些产品 去摘米的 这个就没办法的了 是一定会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那 那现实的情况就是 最伤就是永远都是穷人的 之前我们有 节目讲过 但是呢 现在 还有一个形势就是 情况就是 这些产粮 不是 很旧的地方 都是会有很大问题的 当然乌克兰的问题 当然会很厉害 这个是一定的 那么 就是 穷一些的人呢 他们 很惨的地方就是 他们的情况就是 他们平时的收入 拿去用 拿去吃的比例就很高的 就是 通常都是 就是中低收入的人呢 其实基本上 整份量是用光的 这个就是现实 那么 好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 你最惨的人 他熬了多久呢 你是不知道的 现在 国内就很好啊 因为国内的情况呢 通胀实在是很低的 根本呢 国内的情况就看到 就是 国内那种情况呢 有些优越性 而西方呢 都有 那些呼声呢 就说 要学中国的 就是这一方面 你怎样控制到那个通胀 你要学中国才行 那么 就是现在 就是应对 这个通胀的危机呢 其实西方是什么政策都没有 我现在讲个事实给大家听 所以在西方国家的穷人呢 都是很大事的 而且这一样东西呢 很快就会变成了社会不稳定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其实 已经开始有苗头了 就是最初就当然是治安差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一定是治安差先的 接着由治安差呢 就会演变成 就是一些 有规模的 示威啊 游行啊 暴动啊 那暴动呢 就是如果在美国发生的话呢 就是让你帮窮人去抢 那些比较有钱的人的东西啦 就是西方 这种顶不顶得住 这样的冲击呢 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地方是可以的 但是有很多地方 都是抵御不了的 这个情况就是 还有 这个 欠发大国家 就是 最主要就是 发展中国家 但是还有些是 比较 就是 差一点的那些 去应对这个通胀的风险的能力呢 其实严格来讲 是一点都没有的 就是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那个 糧食 如果你全球去看呢 其实现在 全世界生来的 食物呢 是够食的 是人人都应该够食的 但是那个问题呢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吃得太多的 有些人呢 就不够食 现实就是这样的 它生产出来呢 其实就 应该就是 人人够食 还有些症的 但是现在 是出现了 就是全球治理呢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就是那个 供需呢 就不是真的平衡的 就是在不同的 国家和地区之间呢 是有 很明显的差异的 那还有就是 一些 就是 出很多 粮食的国家 就 不卖啦 就好像印度 我们刚才都说过那个信息 就是印度不卖 这个小麦啦 那还有另外就是 一些国家就不断 摘米啦 现在 要多些存货啦 那 那些穷国和缺粮的地方呢 压力是很大的 那 就是西方他们现在 唯一一招呢 就是 就是不断加息去 想着压低那个通胀的 但是 看起来就没什么效 现在真的看起来就没什么效 这一件事 不是很压得到那个通胀 还有现在 还有打仗的问题 就是 其实 长仗不打就没办法的了 就是搞不定了 那么 那么 Raymond Lee就说 有什么事 穷人一向都是首当其冲 但是最大惡的就是 从来都是有一帮穷人 他们就以为 自己 社会乱 他们有得翻身的 那就大惡啦 那就大惡到不得了啦 那么 朱永生就说 连印度都说不出口粮食 再踩一脚 我想 不久之后 西梅就会出去 叫中国 开仓震灾 中国不是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吗 中国其实已经有信息 就说了出来 他们已经是有开仓震灾的了 就是现在 已经是有信息出来了 那么所以 你说会不会 就是西方再踩中国呢 他有机会会踩的 英国不是会踩的 英国是 一定是先踩的 但是 那个问题就是 大家都要明白 现在是确保了 中国14亿人有得先吃 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 朱永生就说 发达国家只会任由 窮人抢劫 等平民发泄了 路火呢 抢狗呢 示威自然又平息 毕竟呢 没有组织的示威暴动呢 只是乌合之众 成不了气候 但是窮国就惨 其实最大事就是 做小生意的人 其实现在 在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个问题 就拿车去撞 我们这里都有 就是 偷了人家的车 然后呢 把人家的车 撞在店铺里 偷一些值钱的东西 所以现在就 很大事的 游戏出央就说 外国已经叫了中国 有这个英国有叫到 一定有 但是他们暂时不成气候 那么 苏凯莉就说 明日是他哥哥的火化 葬礼 明日早上 即是九点开始 那可不可以晨望 第一线的时候 播雨后彩虹 那就叫台阳安排 好吗 就是 明日再叫台阳安排 这一件事 那 爱丽丝就说 可不可以播国际歌 就是这么说 我们可以试下播 但是如果 就是 有版权问题的话 其实我很害怕 那 所以 我可以播一下 但是 如果有版权问题的话 我们会封台 因为我呢 其实现在我的音乐 全部都是在 就是youtube他们的音效库那里下载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 美国军队那些呢 因为你美国军队那些呢 就是他免费提供 你不用他就 浪费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Sweet边边就说 有国歌法 中国是有国歌法 所以我们不会 亂播中国国歌的 我们 我们在这个台 亂播 可以亂播 亂播 美国国歌 就没事的 因为youtube给的 但是中国国歌就不行了 这个是 一定要说清楚 斯祖祖就说 外国应该叫他们盟友印度派大米 印度他们不会派的 他们只会轮的 这一样东西 我都不想这么说 不想笑印度 你叫他们派一条毛给你有 轮就有 啊 好了 那么 Raymond Lee就说 在外国的中文又惨了 乱唐人就是首当其冲 一定是的 他最初就搶一下手袋 搬一下这些车 一定是这样的 不用说了 我们 我们写包单的了 有些东西可以 那么 那么 那 就 Soul Carrie 其实我们都 叫了他节哀的了 那么 那么 我们明天再看看 什么时候播 雨后彩虹 明天 那么 那么 我 呼吸声很重 那么其实 你要明白呢 我做正向下咸茶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工作了整天的了 那么如果我工作了整天的时候呢 我有些 就是 呼吸重的声音呢 是正常的 你都要明白 我真的说句不好意思 这个没办法 那么 当然啦 朱永生就说 朱永生就说最怕那些穷国被西门误导 说自己国家之所以这么惨呢 都是中国债务陷阱害得利害 加上当地华人普遍有钱 那时候那些穷国人民肯定针对华人 其实这一样东西已经出现了了 就是之前在所罗门群岛呢 为什么是唐人那些店铺被人攻击呢 其实这些谣言呢 很多都是 出了来的 就说 就是 我们跟政府那些人勾结 就是最流行就说这些 就是跟政府勾结 政府腐败 勾结完呢 就搞到我们一锅足 这样 那是不行的 那么 华康就说 听美国哥哥宁愿听金将军 金将军我不会经常播的了 我们一定会定时播不同的东西 还有就是 Torace就说 刘祖迪迷在英国被人抢 其实他的那个抢真还是假 你都不知道 其实如果最冤枉呢 就是他看到你带了假抢 然后他就 就是 打7你再抢了你的标 你白被人打了一锅 David Zhang就说 这次通胀基本容易失控 在泡沫的货币 经济之下 这个情况 早就到了 就是这样说的 我的看法就是 现在死的一定是死的那些 比较 没那么发达的国家是先死的 一定 一定是先死的 那么 究竟他们 就是 顶不顶得住这一锅呢 我想有些地方是顶不了的 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地方是顶不了的 那么 你说国内有没有问题 国内就没有问题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国内现在所有东西都控制得到的 你看得到的 实际的数字就是控制得到的 经济 运行 大致上如常 那么那个通胀 粮食的地方 他们的问题不大 现在那些问题大的地方就是 有很多人 粮食 主要是要输入 接着还有就是 他们自己 又有天灾的那些地方 这样就受不了了 所以这次是大领祸的 非常大祸 那么好了 节目时间 就是这样 就到这里 明天神旺第一线再见 就是这样 拜拜